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在新冠疫情期间,新冠病人在绝对的隔离当中 他们得不到家人的探望和关怀 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够战胜病毒的人 更是在孤独和无助当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那要怎么样来减轻这些重症病人的痛苦 维护他们的尊严 同时也减轻家人的悲伤 今天我们请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锦端博士 来解答临终关怀的相关问题 杨锦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您好,谢谢邀请我 那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 我们知道医院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家人和好朋友都不能亲自的到病房去探望 那大家都用一些替代的方式 比如说电话、Facetime、还有Skype这样的 那这种视讯的方式能不能替代 足以替代这个直接的探访 当然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毕竟是人不在跟前的话 那么这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眼下这个情况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么对这个家属来讲的话 不管能做点什么都是一种安慰 对病人来讲也是一样 那虽然是做了一点安慰 可是还留下了很多的缺憾 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在感情上的缺憾 这个遗憾可能就不光是最后不能够很合适的做临终告别 可能人们在失去亲人的时候会有很多自责自毁 认为过去可能没有相处好或者态度不好 或者没有做到能够预防这件事情不要发生 所以我们活着的人都有一种自责叫生存自责 因为我们活下来了 亲人死了 那么我们都会很自责的 其实这个自责真的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这个生死的事情太大了 绝对不是来一个人一件事情所能够决定的 所以活着的人就好好活 死去的人实际上在我看来 他也就是肉身死了 灵魂不灭 所以也没有必要太悲伤 您刚才提到活着的亲人 有一种内疚和自责的感觉 那要怎么样来做一些事情 来使自己减轻这样的负旧感 首先我们要承认和接受这种悲伤 因为失去亲人这是一个事实 不管我们在认识上怎么理解 它都是一个感情上很难接受的事情 那么与其就是说 有人就是说我不想这个事情 我就好像这个事情没发生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否认 那么还有人就是不能够 现在这个痛苦里面不能自拔 其实也不好 特别时间久了以后 他会演变成一些抑郁症 或者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 那么做一些你觉得能够最好的 表达你的想法和情感的事情 能够纪念这个失去的亲人 是吧 那么有的人写信 有的人整你照片 有的人是吧 给家里人讲他以前的故事 是吧 其实你看在葬礼上 很多西方人在讲这个逝去的亲人的时候 讲了他们生前很多有趣的故事 其实这些都非常疗伤 就是庆祝生命 而不是在那边哀悼死亡太多了 那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 这个病毒的攻势非常的迅猛 从感染到发病到去世 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短促 通常是几个星期和一般的这个疾病 这个过程不太一样 那面对这样的这种快速的发病到死亡的过程 病人会经历哪些感情阶段 对病人本身来说 他可能都来不及感受很细致的东西 因为他很快就挣扎在死亡线上 他很快就会为他的每一口呼吸在挣扎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如果缺氧的话 他很快可能就是意识啊 什么都不会很清楚 是吧 甚至出现一些展望的状态 就是看周围的事情会有错觉幻觉这样的 所以呢对于病人来讲呢 这样一个风暴式的这种疾病的发生呢 他很难有一个时间和空间来体验他类型的东西 但是对病人来讲 我想他应该是非常恐惧的 非常恐惧的 那么各个人不同啊 但是呢我想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是有的 那么对家人来讲呢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 因为情感上没有准备 是吧 因为特别是有些死亡的人 实际上都是相当年轻的 是吧 相当年轻的 在这之前几乎没有查出有什么毛病 那么这种呢就更难以接受 所以呢对家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伤 这个创伤呢 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处理和治疗的话 那么他可能会演发成一些慢性的状况 这些呢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精神健康问题 那尤其是在这次这个新冠疫情当中啊 这个病人是绝对隔离的 家人无法到他的身边给他关怀 那在这种孤独无助的这种感情之下 给病人和家人带来的伤痛是更加加倍的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一般人无法体会的这种感觉 是的 因为那这种隔离也好 这个不能见到家人也好 它产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种无助感 人在无助的时候啊 真的是一方面恐惧 那么还有一方面就很容易放弃 很容易放弃 那么就是无望的 绝望的感觉 那么这个呢 在两方面都会有 家里人觉得我有劲使不上 是吧 那么病人呢 觉得他在这种状况下呢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家里人的关照 即便是家里人愿意 他自己也不愿意 因为他不希望把这个病传给家里人 所以呢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 精神压力和精神闯上的一个状态 那对有些人来说 这个死亡是一种黑暗和恐惧 对有些人来说 他也觉得这个死亡是命中注定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 他会认为这个死亡啊 是一种选择 那比如说在这个病人 在什么时候会决定 我放弃治疗 我要接受临终关怀 那么这次新冠这个状况呢 因为它是一个急性病 是吧 而且呢 这个病呢 就是说他最终的愈后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病人可能很快就会进入一个 自己没法选择的状态 所以最后呢 他的这个放弃治疗 还是继续治疗 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选择 而是家人的一个选择 因为通常在美国 他们事先都有一个 立好一个类似于遗嘱一样 就是当他自己不能够做决定的时候 谁来替他做决定 那么很多病人呢 也会有 就是说我如果 意识不清的时候啊 我不希望你来给我进行复苏 就是茶管啊 人工呼吸啊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 他有这样的条件 有这种情况下呢 医生就一定要尊重病人的这个意志来做 如果病人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呢 那就要找他委托的那个 法律上的就是委托人 来替他做这个决定 所以呢 如果在慢性疾病状态呢 那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呢 这个生命啊 他这个这个长短呢 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真的是很难用人力 来控制的 那么每个人呢 都根据他自己的信仰 根据他自己的价值判断 和他对家人和自身的一种了解 来决定他什么时候放弃治疗 什么时候选择坚持 那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临终关怀的定义是什么 有哪些方法 其实临终关怀 就是人已经知道 他的死亡即将来临的 这个阶段啊 我们能够在身体上给他减少 最大减少这个痛苦 然后精神上呢 给他带来一种平静 然后让灵魂上呢 带来一种安宁 那么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就是让他最后这一程 走得比较平稳和平安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已经不再指望说 我们能把他救活 能够改变他这个死亡的这个过程 我们只是让他这个过程 尽可能地变得这个没有痛苦 比较安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呢 就是减少他的身体上的痛苦 另外呢 就是在精神上和灵魂上 给他们安慰 因为在西方的话 人们对这个死亡的理解和认识 是不一定一样的 就根据他的信仰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更多的人选择相信 这不是一个死亡 而是一个生命的心身 那杨医生 这个临终关怀 除了减少病人在身体上的痛苦 还有提高他的生命质量 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维护病人的尊严 那在这方面 我请您介绍一下 这个病人有哪些权利 这个病人呢 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拒绝 任何方式的治疗和抢救 那么病人呢 他在特别是在他自己 没有办法控制场面的情况下 他可以事先选择 我做什么不做什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真的是要 一方面他是维护自己的一个尊严 同时呢 也维护一个自己选择死亡的方式 和权利 那么最重要的呢 他还要考量到一些不必要的经济 或者是社会的负担 所以一个人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他真的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那在这方面 医院是不是也要和家族沟通 医院和家庭的沟通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西方来讲 我觉得医院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他们跟家庭的沟通啊 几乎是非常及时又透明的 那么在这点上呢 真的是这个在我观察到的 人工关怀啊 真的是很让人温暖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那么我在这个做出院医生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 他是车祸造成的老死亡 那么这个医生呢 在医院的时候呢 这个家庭呢 当然因为他年轻嘛 所以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 那么医生呢 也是在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 我们几乎每天呢 都跟家属呢 都要开两次会 及时地通报这个他的状况 及时回答他们的问题 同时呢 非常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预后 是怎么样判断的 但是呢 我们不给家属任何的压力 一直到家属说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理解所有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决定 我们认为 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准备好 可以去另外一个实践 那么这应该是他的愿望 也是我们家里的最好的选择 所以呢 这个故事一直在我的这个 这个老海里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这个这样的一种 这种沟通交流 避免了很多的误解 也避免了很多这个医患之间的矛盾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新冠疫情当中 在病人去世之后呢 现在的葬礼也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 是只能通过Zoom啊或者Sky这些视频来完成 那您对这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 你要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劝慰呢 我觉得其实东西方都一样 在东方我们说人有红白喜事 是吧 那么这个红白喜事实际上什么呢 实际上人死了也是一个喜事 是吧 是人的灵魂升天 是吧 甚至可能转世的一个机会 是吧 摆脱人间的痛苦 实际上是个好事情 所以那是个值得庆贺的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 不能搞很复杂的仪式 不能把亲朋好友都邀到一起 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 尽量的去做 通过这个远程的各种各样的 现代的技术 来表达我们对死者的一种怀念 对他的这种祝福等等 那么将来有条件的时候 我完全认为 我们应该补一些这样的一个仪式 补一个葬礼 我觉得都是应该是非常好的 好 非常感谢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 杨景端博士 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 也感谢您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下次节目再会